歡迎收看 粉絲姐妹會 最近網路上有人在分享 他是手搖店店員他的甘苦談 他說有些客人很過分 他就拿環保杯來 拿十個 然後說 你幫我洗一下再裝飲料 可以嗎 這很過分耶 當清夾帳 或者是在結帳的時候 都已經結完帳給他東西 他還說 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發票打出來才要載具 欺負服務人 服務人員 對不對 奧客 而且我之前有聽到有人 各位不得了喔 你知道嗎 中全普渡大家是不是都要拜拜 對 買了是不是很多東西回去拜 有人買完之後 還要拜完之後 要拿回去大賣場 叫美式賣場 跟他退貨 是嗎 台灣的服務業很好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包容性有點太大 而且我覺得有些客人 會濫用這些他們的貼心 對 我覺得非常的不好 很多人都覺得說 花錢是大也 花錢是大也 可是奧客不是只有台灣有而已 全世界都有奧客 我們來今天要聊聊 哪一國的奧客 最讓人家討厭好不好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奧客奧手 好的 所以大家覺得奧客 是哪一國的奧客最難搞 或者是你覺得那一國的人 有當奧客的潛力 對 好 那我要先講的就是 我們導遊界會有一句話叫 日本人說的好 不是真的好 好 這句話 這句話 日本 就是左手握手 右手 通宇 對 我在韓國帶團 所以有個朋友帶日本團 那韓國很有名景點 南大門他在帶團去 然後客人請他 可以幫我們拍一張照嗎 我跟他說好 沒問題 拿相機幫你拍照 拍完之後 把相機還給客人的過程當中 因為就互相接嘛 你接的時候不小心 啪 掉了 手滑 對手 就是互相交接的時候 有可能一個先鬆 或者一個沒有接好 那這個責任我覺得應該算是 大家都有責任嘛 那後來我朋友就覺得 反正客人 畢竟是客人 然後拿起來看一看 上面蓋子 就鏡頭前面會有那個蓋子 有裂開 那剛好韓國南大門旁邊就是 很有名的相機的一條街 那我朋友說 我幫你去做個檢測 那蓋子裂掉 看要不要我幫你去換一下 真的不好意思 日本人的反應就是 他就說 沒關係 謝謝 我們都會 我朋友就覺得說 真的嗎 就還給他了 結果回去那團結束完之後 一個月以後 他接到了公司的投訴信 所以那次的投訴信是 A4子大大的寫了兩張 滿滿的 我朋友覺得很奇怪 當下那團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投訴 結果那客人真的 什麼都可以講 然後重點 他在後面的部分 就是要強調重點就是 相機 導遊把我相機摔壞了 要處理吧 就是要賠錢 就這樣子 請問我們是不是誤解了 大丈夫這三個字的意思 我們以為是沒關係 請翻譯 大丈夫是那個 有時候它有含義 有含義 我等一下投訴 所以就沒有問題 就這個意思 現在大丈夫 但是等一下你看 有時候就 因為日本人 那個日本人的文化 日本人是一個 不是那麼陰險 只是日本人是一個 有禮貌很害羞的龜毛而已 OK 對 當然那個說的話 可能是那個氣氛也 整個氣氛也就變壞 所以日本人覺得 都不好意思 好 那首先不講 所以然後呢 他們就回國之後 嗯 寫投訴信 然後就 全部都會寫出來 這樣子好討厭 所以 當下就沒關係 那就沒關係 沒有 沒有 其實很多日本人 他們也有誤會了 因為日本人 國內的話 其實服務的水準還蠻高 超級高 所以有提供服務的人 都很拼命提供服務 就高水準 但是呢 有些日本人誤會了 那國外他們以為是在 就可以受到 同一個水準的服務 所以這個是日本人 不對的地方 但是日本人就是一個 很有禮貌 就害羞的龜毛而已 有一下之意就是 除了日本之外 國外的服務都不好囉 是 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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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是太過分的好 就是太多了 法國人就會覺得 日本人的服務 是不行的 太多了 對 比法國人可怕的 就是日本人 因為那時候 我的餐廳是在想下 所以通常是不會有日本人 所以有那個日本人 我就特別給他 服務就特別好 雖然我們語言沒有辦法過 通常是我會用簡單的 法文或簡單的英文 說 好嗎 因為通常法國 你們會覺得法國服務不好 我們還是會 你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會來問 好 OK 對 我們會問 因為我們就很怕 就是到最後有問題 沒辦法解決 如果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覺得不OK 我們可以馬上換 馬上解決 調整 所以我就去問那個日本人 OK 他說 OK 因為他點的那個菜 我有一點害怕 因為 對外國人來說是有一點挑戰 是 所以 很好吃 然後我就看他們吃的 沒有講話 沒有什麼表情 但是感覺沒問題 然後最後 我又收盤子 再問一次沒問題 接掌的時候 我又再說 一次 OK 然後那個老婆就開始睡想 然後我就 我就嚇到 怎麼這麼突然 我說怎麼了 然後那個老公用簡單的語言說 不好吃 然後我就嚇到 我說你們也很直結 因為我以為就發個人會這樣 然後就 就有一點錯臉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沒有辦法解決 已經吃完了 然後我就說 好 然後就這樣 但是我就嚇到 我就說怎麼會到最後 對啊 吃完了 而且你過程都有問他 對 如果我都沒有理他們 我覺得不OK 但是我都有去 故意去問 問他 他們我覺得很難搞 因為 會讓你感覺你很OK 然後到最後就 沒錯 還好沒有說到那個可塑膽 反正法國人說他也會丟掉 對 但是那個老公也還滿親切的 因為通常 哪裡親切啊 至少有跟他講嘛 就是老婆不喜歡 這算親切 對啊 一般這本人都會講 但你們為什麼不在過程中 因為害羞 害羞 害羞 又太久了 而且怕空氣凝結 是 剛才要和別人 所以通常就不會講 日本人是好難跟他們做生意 我覺得日本人真的太難懂了 因為之前我有開過服飾店嘛 然後那每次有日本客人來 其實我都很開心 我就覺得日本人都非常親切 然後我跟你講喔 他們走進來店裡 每一秒都會說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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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覺得 他應該是喜歡你的東西 接著他們就開始試穿 試穿完一出來說 可愛 好喜歡 好喜歡 結果就 一件都沒買 結果就塞到哪 一件都沒買 結果就塞到哪 而且我真的 不誇張 我開店有 每次遇到日本客人 但可能傷起來有司機組 每次都卡哇伊卡 沒有一個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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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我家衣裝 我開服飾店的時候 真的 真的 每次都會 拜拜 拜拜 然後四個五六件 然後每件都好可愛 好喜歡 還會用 還學中文說喜歡 拜拜 好刻意喔 日本人是不是 連四川都想要給老闆面子 所以他刻意去四川 會這樣嗎 都是在演嗎 但是不一定要買 然後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這種參賽 不需要 他認為自己做好事 至少稱讚你 然後說 我要你開心 所以你覺得當場說這些 還有客訴都算是 小Kiss 對 小Kiss 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什麼 暗殺 其實你們遇到日本 還好啦 雖然日本人 其實日本人對外國人 或是在國外很客氣 但是在國內其實並不客氣 日本人對日本人的話 他們就不會客氣 為難日本人 為難日本人的時候 他們也還是很兇 而且有時候就直接講 怎麼兇 對 有時候他們都 尤其是日本的奧客 喜歡說這個 你一定要道歉 你給我道歉 對 這個是日本的奧客常說的 而且日本的那個道歉 有很多那個等級 所以 對 LV1的話 不好意思 15度 15度 LV2 LV2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對 是這樣子 然後呢 LV3的話 就 MOSI WAKE GOZAIMASEN 就說 MOSI WAKE GOZAIMASEN 你這裡不會抽筋 拉個筋 但是還是要這樣做 這應該是最極致了吧 筋很軟 最高級的 還有 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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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 大丈夫 大膝蓋 這個最高級的 不是 那你那個 最高級的 玩下去之後 如果對方 沒有說你可以起來 你可以起來嗎 沒有他說 起來 就不能起來 對 一定要等他說OK 這太可怕了 才可以 就是日本的那個最高級的 道歉 叫做 頭下座 所以你給我跪下 他頭還要著地 對 所以日本的奧客 真的會常常說 給我頭下座 好可怕 好可怕 今天的影片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謝謝